在彰化有一位大男生 從小就跟著妹妹一起玩娃娃 長大之後愛上了芭比娃娃 二十多年來已經蒐藏了兩百個 為在園林鄭的民宅內 牆面上展示各式各樣的芭比娃娃 很難想像這裡原本是車庫 為了讓芭比娃娃有個家 無主動手改裝 現在成了芭比娃娃展示間 而且如此專業的收藏達人 是現年五十八歲的李先生 而這尊穿著瑪莉蓮夢露的照拍服裝 更是她的寶貝 因為是太太在交往期間 買來送她的定情物 有經驗性的 所以就買了這一支送給我的另外一半 很驚喜啊 她怎麼會想到說她會買這個送給我 李信收藏達人表示 從小就喜歡美麗的事物 看到妹妹有可愛的娃娃 她也會跟著一起玩 沒想到就一頭栽進芭比娃娃的世界 如今家中光牆面上展示就超過百件 再加上沒拆封的林林總總總 總共超過兩百件 打開櫥窗這件紅色禮服的芭比娃娃 就是她第一個珍藏品 也就是從這開啟了她的收藏之路 收藏家李先生表示 除了車庫的展示間 在自家樓梯間客廳也都擺了許多芭比娃娃 而這麼多的芭比娃娃 在保存上也相當不容易 有人買了沒多久就髒掉或是發霉 不過她卻保存得像新的一樣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濕度和溫度的控制 燈如果你這樣子一直照的話 她這個像這個頭髮 還有這個膠啊 膠條 遇到熱嘛 膠條會變質啊 此外在疫情期間 她又有了新的興趣 就是收藏樂高汽車模型 因為在疫情嚴重的時候 無法外出遊玩 因此也可以在家組裝樂高動動腦 還漸漸引發小孩的興趣 也增進了親子的關係 這段階段階段階段